一根直径约为0.2毫米的牛毛能做什么 陕西微雕匠人卢彦卓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通过微雕技术 他用工具将月氏顾湘明等文字刻在了小小牛毛之上 其细节只有通过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令人叹为观止 在西安的一家雕刻工作室里 卢彦卓正和师兄刘勇一起探讨微雕技术 在工作台上摆放着几个仅如手指粗细的印章 上面雕刻着唐诗、诵词、圆曲等文字内容 这些印章雕刻面只有约4平方厘米 却刻有600多个汉字字极工整 我叫卢彦卓 学习雕刻也有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接触微雕是从18年开始 然后当时也是看到前辈的作品 也是想挑战一下 看自己是否能掌握这盟技术 本身微雕它也是中国的一项传统技艺 它不仅是要在展现它的小 再一个就是更多的是展现一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记者在现场看到 卢彦卓先挑选出一根牛毛 将其固定在橡皮泥上 然后拿起特制的刻刀 开始在牛毛上雕刻 卢彦卓称 由于毛发细小 凭借肉眼仅能看到下刀的位置 基本属于凭感觉盲雕 多年的练习和肌肉记忆 以及平和的心态 是保证作品成功的必备条件 在牛毛上雕刻完成后 卢彦卓会通过方大镜观看作品细节 然后进行上色等步骤 首先呢 做微雕需要有一定的书法和绘画的基础 然后再在细微的材质上 例如像牛毛 主动这样的材质上 用一刀带笔的这种方式 将书法这种 书法的美这种体现在 这个更小的材质上面来 然后它的这个成功力非常低 因为实在是太小了 有时候稍微用力 有可能就会断掉 可能也许尝试几十根 甚至上百次 到时候才能挑选出一件 相对比较满意的作品 卢彦卓制作一件微雕印章 需数天 售价为两千余元 而在毛发上雕刻 纯属个人爱好 根本不赚钱 因费时费力 很多雕刻匠人都不愿继续研究微雕技术 卢彦卓告诉记者 他并不奢求能将微雕技术传承下去 或者发扬光大 只希望能在有生之年不断突破极限 在微雕这个领域留下自己的痕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